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26个知识点 给大家讲解一下国际化经营的找方式 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知识点的考询分析 应该说教材对于这个知识点 它所讲解的内容并不算太多 而且这个知识点不难理解 掌握起来难度不大 但是对于这个知识点 需要大家记忆的内容相对来说偏多一些 这个知识点它是属于低频考点 无论是从最近五年考察情况看 还是从2009年一直到去年 过往的13年的考察情况看 应该说这一部分内容 在实际考试当中体现出来考察要求的频次 都是非常低的 那么从过往的十几年的考察情况来看 这个知识点它自身的还是适宜全体行考察的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曾经考过客观题 在历史上也曾经考过主观题 主要考察在设定场景下的 这个知识点的一定程度上的灵活应用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题目 无论是主观提醒也好 还是客观提醒也罢 应该说难度一般 为什么难度一般呢 因为你怎么出题 这个知识点它自身所讲的内容 就比较平徒直许 没有太多的这种灵活发挥 进行考察的空间 所以说呢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题目 无论是哪种提醒 难度的都一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知识点呢 最近五年的考察情况 就是在18年 这一个年份体现出了考察要求 是作为综合案例分析题呢 其中的疑问 来进行的各样的考察 这个知识点呢 应该说呢 从过往的 已经考察的13个年份来看 最近五年之外的再往前找 曾经呢 考过一些客观提醒 这就是这个知识点的 它的这样一个考察情况 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低评考点 它纯粹是个鸡肋 你说不看它吧 它有时候呢 以补白的形式 可能出于反压题目的 还真是呢 来对于这个知识点进行考察 有可能考察的规格比较高 上来就来个综合题的 其中一问来考察 你说看它吧 从总体上来看 它是一个低评考点 有可能在今年 对于这个知识内容呢 它不会呢 进行设计 不会体验出考察要求来 所以说对于这个知识点 大家在学习和复习备考时呢 要有一定的技巧和策略 就是要抓大方向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呀 无意地外的 试个内容就看 而是呢 还是要挑干货 捞重点 来有针对性的 有差异化的 来进行的 采用不同的 这样一种学习方法 学习的掌握要求 来对于这个知识点的 进行学习 进行先样的掌握 这就一上来呢 对于这个知识点的考察情况 包括他的一些复习策略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介绍和建议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呢 讲解这个知识点的相关内容 首先呢 给大家呢 开通名义的介绍一下 就是企业啊 它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方式 一共有三种模式 分别就是出口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 和非股权安排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沿着这个思维导图的逻辑顺序 把这三种主要方式的相关内容 来给大家依次进行讲解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出口贸易 那么所谓的出口贸易 就是商品与服务 这个商品 指的就是goods 它是呢 有形的 tangible 服务也就是老五 service 它指的是intangible 是什么 是无形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实际讲课时呢 为了表述上的一个顺畅 我们直接就说商品 就不那么严谨 商品就代表有形和无形的 就都有了 所以说呢 商品与服务出口贸易 是企业国际化经营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比较普遍的方式 也就是动静比较小 就是说呢 我呢 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国内市场销售 如果说国外市场有需求 我就把它出口呢 卖到国外市场 这是一种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比较常见 动静比较小的 一种国际化 经营的方式 对于出口贸易 这种国际化经营的方式呢 按照教材 给大家呢 主要讲解三部分 第一部分内容呢 就是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部分内容呢 就是选择分销渠道 与出口营销 第三部分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出口贸易定价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也是沿着这个思维导书的逻辑顺序 来给大家呢 讲解一下出口贸易的 这三部分内容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目标市场的选择 出口贸易的啊 目标市场的选择呢 应该说呢 它涉及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呢 就是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是在东道国细分市场的 目标客户的定位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围绕这两个层面 来给大家呢 进行向上的讲解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对于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教材呢 介绍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传统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新型方式 什么叫做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呢 其实呢 你不要把它 理解成是多么深奥的 这样的一个理论 或者说一个说法 一个概念 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其实指的就是达到目标市场的 到达目标市场的区域 我所走的那个路径是什么 其实说白了 其实就是 我 达到或到达目标市场区域的 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一个路线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你按照我所讲的来理解把握 你就容易明白了 就是到达目标市场区域的 这样一个路径是什么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是传统方式 又称之为呢 连续方式 那什么是传统方式 大家记录这几个要点就行 就是高新技术产品 在发达国家出口的路径是什么呢 在这里呢 有一个前提条件 通常指的是高新技术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在发达国家出口的路径是 先到经济技术发展水平 类似的发达国家 然后呢 再到发展中国家 也就是说高新技术产品 是高精尖的 高附加值 是个好玩意儿 好东西 那么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这个好东西 先出口到和自己的 经济水平状态 经济技术发展水平 相类似的什么 其他的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呢 有了好东西 有了好玩意儿 有钱人们之间 富人们之间 先窜合 先怎么样 来出口 来进行分享 来进行使用 所以说高新技术产品 如果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他是先把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到什么 和他经济技术发展水平 相类似的发达国家 最后逐步的走向发达国家 那么第三小点 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出于产品 和劳动密集性的低端产品 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 直接流向发达国家 这就是我们在初中学政治经济学当中 讲到了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 盘剥的减刀差 也就是说 这些个初级的产品 包括初级的农产品 包括那些个初级的原材料 像铁矿石啊 整这些矿石 你向发达国家出口时 他把价格给你压得低低 他从你这拿完了初级农产品 拿了一些初级的生产原材料 铁矿石啊 那各种机种矿石之后 他进行是吧 身加工啊 进行这种科技赋能啊 高精炎的生产出高端的一些产品之后 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 所以说按照咱们我初中时学的政治经济 就是罪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利用这种剪刀差来盘剥发展中国家 劳动密集性的低端产品啊 在上一个知识年给大家讲企业国际化 丁动音室啊 给大家介绍过改革开放初期 那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厂 如果说他的企业属于劳动密集性 性质的就是呢 充分利用什么 发展中国家这种廉价的劳动力 廉价劳动力啊 不值钱 然后呢 加工完这个产品之后啊 整个产品成本不贵 发达国家企业拿走 他在进行身加工 或者说在天安牌在高价反过头来再卖给你 这就跟苹果手机在富士康在中国在郑州进行组装 绕一圈之后 这高七八千一万多卖给你 到底是一样 所以说这种到达目标市场区域的路径 称之为传统方式 称之为连续方式 就好东西 甚至发达国家之间 出口分享 然后再到发展农国家 发展农国家的东西 先是发展农国家分享 然后再逐步的 如果说人家那发达国家看得上 再卖给发达国家 但是盘剥你的 发展农国家的那些初级的农产品啊 铁矿石劳动秘营低端产品 是直接的由发展农国家到发达国家 他好通过剪刀叉盘剥你 这就是传统方式连续方式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所谓的新型方式 也称之为呢 不连续方式 什么是新型方式呢 就是无论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的国家 对于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的国别路径 也就是说还是高新技术产品 对于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的国别路径 都是先到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先去拜码头 拜山头 先是占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拜完这个码头了 拜完这个山头了 占领这个世界的最大市场 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所认可了 所拥顿了 然后再走向发展中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新型方式 或者称之为的不连续方式 这就是达到目标市场路径 区域路径的 这两种方式 传统的方式 对于高新技术产品 是发达对发达 最后走向发展中国 然后发展中国家 先是发展的国家 然后再走向发达国家 但是低端的产品 初级的产品 直接是发展的国家 到发达国家 这是传统的 达到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这是传统的连续 那么不连续的是什么 就是高新技术产品 都是什么 先到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你发达国家了 到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也到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 先拜码头 拜山头 被世界上这个最大市场所认可了 然后再走向发展中国家 所以这种路径 正因为如此 称之为这种什么 不连续的什么 这样一个路径 这也是这个名称的什么 这样的由来 这就是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的两种方式 对于这两种方式 需要大家记得 一个是什么 传统方式 称之为连续方式 一个是新型方式 称之为不连续方式 然后里面的各自内涵 不用你逐字逐句的去计合费 能够用自己的话 理解了 说出来 即可 这就是目标市场的区域路径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看选择目标客户 目标客户选择的基础 是市场细分 这句话的结论 应该说学到现在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因为我们在给大家讲第三章 第三节 首先头一个市场营销职能战略师 给大家讲过 市场 先是得能够什么 细分 然后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够选定你进入了 其中的一个或几个 目标市场 所以目标市场里的客户 就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所以目标客户的 选择的基础 就是这个市场什么 得先能够进行细分 这些理论 再给大家讲 市场营销职能战略师 都反复讲过 再不多说了 对于这个市场进行细分 就是各国之间的细分市场 通常在数量大小和特点上的存在差别 也就是说 国与国的具体形容不同 那么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市场 进行细分的这种维度 这种方法 这种标准 这种规则 这种手法 这种技术处理上 都有所不同 对于选择目标客户 大家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就是出口帽 这种方式 大家要掌握的 关于它的第一个问题的相关内容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出口贸易的 大家要掌握的第二部分内容 就是选择分销渠道与出口营销 这一部分内容呢 主要讲解的是分销渠道的特征 就是连接某国生产者 与他国消费者的分销渠道 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这四方面的特征呢 应该说我再给大家介绍出口贸易这一部分内容的 自身的知识体系架构 在那个思维导图上的已经给大家的归纳总结了 那第一个特征是复杂 对吧 也就是说更复杂 第二个特征呢 成本高 第三个特征必须用 第四个特征呢 是可以什么 分享什么 回馈一些海外市场的信息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特征 就是国际分销渠道 比国内分销渠道更复杂 涉及更多中间环境 这个不难理解 你在国内 我这个 企业生产出来 我卖给这个经销商 卖给批发商 批发商的 再卖给二级经销商 经销商再卖给领数商 领数商再卖个人就完事了 也就是说 中间就几个角色 对吧 最简单的 我企业卖给批发商 批发商卖给领数商 就OK了 直接也就经过这俩三环节 就到最终消费者手里 你国际分销渠道 可比国内分销渠道更复杂 你比如说 我生产出来了 要出口 我自己比如说 没有能力 来实施这种 国际化经营的 这样一个 一个全套的 这样的一些个 业务 一些流程 那我就得找一个 出口的总代理 出口总代理 在我要出口的 那个目标国 得找进口总代理 进口总代理 进完之后 他在他当地 再找那些批发商 分销商 领数商 再找渠道 这中间的环节就拉长了 角色就更多了 这还不包括 中间的那些个 什么货运代理公司 船运公司 等等 这些个 必不可少的 远洋运输的 这些环节 国际贸易当中 所需的环节 所以说 这第一个特征更复杂 第二个特征的 成本高 你在链条当中 多增加一个角色 所增加的角色 绝对不是善男性的 绝对不是说 给你免费义务 你多一个角色 人家给你起点点作用 人家都得验过拔毛 人家这活不是白干的 你比如说冲口子弹 出口总贷 你不给人佣金吗 然后你出口没关税吗 进口那边没关税吗 你远洋运输 没有远洋运输的运输费吗 然后你不上 这个信用保险 远洋运输险吗 保险你不上吗 进口总贷 有没有佣金 然后国内销售渠道 有没有 现象的加成等等 所有这些 国际分销渠道成本 肯定比国内 分销渠道成本要高 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出口商 有时必须使用 适合 国际贸易 出口贸易 分销渠道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自己的企业 在国内深耕细作多少年 你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用钱赔劲 但是你不可能 在世界上 所有你想进入的目标国家 都建立自己的 销售渠道体系 既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 你花不起这钱 所以说 有的时候企业出口 他不得不 或者他没得选 只能使用人海外的 现成的分销渠道 你不可能 每个目标国家 都建立自己 第四个特征 国际分销渠道 通常为公司 提供海外市场信息 包括产品在市场 当中的销售情况 提起原因 也就是说 你使用这个销售渠道 来售卖 应该说呢 还有一点作用 也就是说 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往下走 应该说 在海外市场的 最末端的 那些个负责 经营销售的 负责海外经营销售的 那些个批发商 那些经销商 那些零售商 包括 在网上倒一点 高端一点的 进口总贷 应该说 对于你的产品 在海外的销售情况 包括 消费者 对于你产品 使用的反馈 以及消费者 对于你产品的 一些个需求的 改进一些诉求 他们是在海外 能够第一手的 能够第一时间 获得第一手资料 反馈给你 让你据此 来调整 你的生产策略 你的营销策略 你的技术策略 你使用的销售渠道策略 正因为第四点 蕴含着这一种含义 所以说第二方面内容 他讲的是什么呀 选择分销渠道 还有什么 出口营销 应该说前三点 说的都是分销渠道的事 什么更复杂 成本高 必须用 到了第四点 人家国际分销渠道 能给你回馈海外市场 那些个反馈意见 使用你的产品 人家需求的一些新动向 对于你的产品 那些诉求变化 这样你可以及时的调整 相应的一些策略 就是4P的 就是产品上的 怎么改进 怎么定价的 包括这些促销的 包括渠道等等 所以说正是因为有第四点 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除了叫做选择分销渠道外 还多增加了一个 出口营销 这是有关出口贸易的第二部分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出口贸易定价 针对海外市场 一般有四种定价策略 第一种定价策略呢 就是定价偏高 以期获得大于国内省收益 这种定价策略 他考虑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风险和这个收益的什么 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匹配 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但也就是说 我在国内卖 自己首家在地挺熟悉的 我销售一切都在我的掌声当中 hold当中 controllable可控制的 我风险较小 现在我把商品出口到海外 是隔山买老牛 远隔千山万水 充满了变数 所以说在海外市场销售 肯定要比国内市场销售 风险要大一些 正是因为这些企业 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然后他得贯彻风险与收益 相匹配高风险高收益 所以说呢 因为考虑到海外市场 比国内市场风险大一些 其实通常会产生一些个 隐含的成本 你比如说汇率的一些成本 比如说一些个佣金 然后呢 远运输当中 因为这在海面潮 一些个货物的浑水 回损率会高一些 通常会产生一些个什么 隐含成本 包括呢 如果有一些国家的海关 比较腐败的话 还得再扣一些 所以说会产生一些隐含成本 因此海外市场的价格与收益 应该比国内市场要高一些 否则就犯不上冒险去出口 这是第一种定价策略 定价偏高 以期获得大于国内市场的收益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种定价策略 就是制定海外市场 与国内市场收益水平 接近价格 就是我国内卖什么价 我海外卖什么价 选择这种定价策略的企业 认为什么海外市场 跟国内市场差别很小 虽然大家的结论 都是说海外市场 跟国内市场差别很小 但是结论相同 但是大家真正的 得这结论的出发点 可不一样 有的得出来这结论的企业 是有常年的丰富的 海外经营 海外出口贸易经验的企业 因为它常年做 所以说对于海外市场的门清 能够对于海外市场的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和驾驭 因此在他们看来 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相差无几 因为我常年在做 对于海外市场的 太了解经验太丰富 所以说呢 意高人难大 觉得海外市场 跟国内市场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啊 得出来结论的 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差别很小 还有一种情形 得出来结论的 叫做无知者无畏 新手 他不知道海外贸易石油多深 他一抹黑 觉得傻白甜 很天真 觉得就是把产品卖到了国外市场而已 不跟国内一样 他无知者无畏 他不知道 出生牛肚不怕虎 不知道锅是铁打的 所以说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认为海外市场 跟国内市场差别很小 所以说甭管什么出发点 都这是结论 那既然 海外市场跟国内市场差别很小 风险什么都相同 那就卖相 相类似的价格呗 因此 他们对海外市场态度是说 只要有订单 我们就发货 所以说这种定价策略 有没有经验斗的吗 有经验用的是一高人的大 没有经验用的是无知者无畏 出生牛肚不怕虎 所以说他们对海外市场态度 因为他们认为海外市场跟国内市场 雷同类似的所有有订单 我们就发货 他也不考虑海外市场 什么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 是不是海外市场的出口 目的国 是不是政治上不稳定 是不是信用风险高发去 他都不考虑 这是第二种定价策略 第三种定价策略 就是在短期内定价较低 即使收益偏低 甚至亏损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讲成本领先战略 他的精髓把握强调三点 其中给大家强低一点 就是可持续的成本领先 得是真正的成本低 而且还持续低 而不能是短期的赔本转腰 策略三就是短期内的赔本转腰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抢占市场 这种策略把海外市场看成是有发展前途市场 这类积极进取的出口商 宁愿承受短期的赔本转腰 或者这个亏损 也为了强占上份额 开发出适合海外市场的产品 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 第三章 第三节市场营销指定战略当中 price定价这个屁当中 渗透定价法 但是这种策略呢 也有一个弊端 你价太低了 人当地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吃素 人家国外法律比较健全 人家可以呢 对你进行的这种反倾销的 这样一个起诉 会让你呢 受到一些心安的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一个不利的后果 让你承担 这是呢 这种定价策略呢 可能引发的弊端 第四种定价策略呢 是只要在抵消变动成本之后 还能增加力量 应该说呢 广大学员啊 在驻快专业阶段 要学六门课 不有一门课叫财务成本管理吗 你学财务成本管理 这一点呢 应该说呢 就不难理解 对吧 在无数目管理当中 讲了六种短期决策的情形 对吧 有一种角色 就特殊订单的啊 Special Order啊 特殊的这个订单 什么时候啊 能够接受呢 那只要是人家出的这个价格 大于你这个变动成本 就特殊的 Press品 特殊的这个报价 大于你的变动成本就可以 对不对 因为闲着也是闲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能够有订单接 虽然这个价格比较低 达不到正常定价 但是我能cover住变动成本 但就算我能够挣钱 能够cover住呢 一部分的固定成本 所以说 第四种定价策略 它也是这个套 只要在抵消变动成本之后 还能增加利率 就要能把超过国内市场需求量的产品 销售出去的价格定价 这种策略是把海外市场看成解决 产能过剩的一个倾销场所 也就是说 我本来是想在国内市场 老实巴交的深耕细作的 专门做国内市场 现在国内市场呢 竞争激烈 或者说呢 需求低迷 我产能过剩 有些东西积压卖不出去 怎么办 你积压也是积压呀 那只要海外的定价 能比我生产这产品的变动成本高 我能够回一些本 cover住一些个fixed cost 固定成本 那我就卖了 所以说这种策略 它是把海外市场 看成解决过剩生产能力 需要场所 所以说呢 这肯定是能在短期内 给公司带来利润 因为你的定价 怎么也比变动成本高吗 能够cover住一些成本 但是这种公司呢 它不能算作真正的出口上开拓者 因为它还是呢 想在国内做 只不过国内呢 现在销路滞销了 积压了 它把海外的当作呢 销货 它这个滞销的 积压存货的一个 倾销场所 一旦国内形势好 它还是会 深增细作的什么 做国内市场 这就是呢 出口的四种定价策略 所以说出口的这四种定价策略 我在前面给大家总结出口贸易的 这一部分 局部的知识内容 自身知识体以下告示 其实给大家总结的 第一种定价策略是定价偏高 第二种是定价持平 第三种是定价偏低 第四种呢 只要大于变动成本就可以 所以你按照这个 把这四种定价策略记下来 里面的内容 以理解为主 不需要你逐字逐句的去集合费 国际化经济的主要方式有三种 关于出口贸易的 就都给大家呢 讲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看第二种方式 就是对外直接投资 那对外直接投资呢 是指企业将管理 技术 营销资金等资源 以自己控制企业的形式 转移到目标国家和地区 以便能够在目标市场上 更充分的发挥竞争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 它的具体的这些形式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 什么全资子公司啊 什么合资企业等等 在此我要多说一句 这个对外直接投资 比如说啊 这是中国 中国的有一个A公司 那么这是海外 那比如说是这个 USA 美国 对外直接投资 按照它的定义 是指企业将什么什么什么 等资源以自己控制企业形式 转移到目标国家地区 这是呢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对外直接投资定义 大家来看 什么资源 最终落脚点在是 以自己控制企业的形式 这是对外直接投资 定义当中最精华 最核心部分 就是对外直接投资 一定落脚点在 自己控制企业 这个落脚点上 所以说 有一种形式 就是我 中国的A公司 在美国 自己成立一个 全资子公司 这是我们考试当中 最常见的一种设计场景 还有一种情景 也可以怎么样 我把当地的一个 B公司是吧 给并购了 百分之下控补 也变成了我的是吧 全资子公司 也可以这种形式 这些都属于 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范畴 但是落脚点 在一定是 以自己控制企业的形式 人家在对外直接投资 定义当中都明确说了 这才叫对外直接投资 好了 讲完定义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对外直接投资的 优缺点 优缺点是个相对的概念 一定得找准参照物 那一定得找准参照物 所以说此处所讲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优缺点 都是和出口相比的 以出口为参照物为基准 所说的优缺点 有四个优点 缩短了生长和销售距离减少营生本 这个好理解啊 你比如说 这是 A国 这是B国 然后呢 这是A国的假公司 原先是出口 Export 到B国 对不对 距离远 远隔重阳 还有一些一个运输成本 对不对 现在假公司在B国 自己成立了一个什么 全资子公司 我就地取材 就地生产 就地销售 这不就是缩短了生产销售距离 减少运输成本 这相对于出口来说 这优点 那第二点 可利用当地便宜的劳动力 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 降低制造成本 也就是刚才我说了 就地取材 就地生产 就地销售 这样如果说当地的劳动力啊 原材料 能源的生产要素 要比你本国要便宜的话 那你在当地设厂生产 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制造成本 这也是相对于出口的优点 因为出口你只能在本国生产 就地取材 就地生产 然后出口销售 用当地的 用本国自己的劳动力 那你要在 币国设厂呢 就可以用它当地这些生产要素 它生产要又低 你就能降低成本 第三个优点呢 能及时获得当地市场的信息 和产品信息反馈 从而可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生产 也就是说你在当地 就地取材 就地上就地上销售 你就亲临市场一线了 所以市场上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变化 你能够第一时间的感知和捕捉到 从而调整你的营销策略 生产策略 第四个优点呢 能够使企业规避东道国政府的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还能享受东道国提供的某种优惠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要出口的话 像那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 不就是采用各种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然后给你在那使伴 然后呢 然后给你千方百计的 来阻挠你的正常贸易的开展 所以说你要出口的话 人家东道国政府是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等等的话 包括还是说政治上的施压等等这些个方方面面的政治经济目 人家会对于你出口的商品来设定各种和贸易相关的 以及非贸易相关的一些个壁垒 让你出口到壁国的产品 因为比如说关税 然后呢 加的比较多 进而售价比较高 没有市场的竞争力 或者说因为其他的一些个限制的销售渠道等等 使你的产品呢 没有竞争力 但是如果说你在那儿直接投资设厂 对于人家壁国来说吸引了外资 解决了当地的就业 带动了当地经济 所以说可能呢 不但不会受到贸易及非贸易壁垒的骚扰 可能东道国为了鼓励你 当地投资 吸引外资 还能给你一些优惠政策 所以说这就是对外直接投资 相对于出口来说的四个优点 但是有缺点 你出口就是在本国生产 除了卖国内的 然后捎带脚卖国外 你要是对外直接投资 那玩意儿得真往外砸真金白银 人财我得往外投 而且是投到海外 然后呢 国外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 国外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系 国外的这样一个法律体系 国外这样一个社税文化 所以说不确定性大 而且你说我投完了 哎 我想我不玩了 我不干 我走 那你雇的这些员工得安置了 这不就是我们在讲的收缩战略当中的 退出障碍那套词了吗 所以灵活性差 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优缺点 是与出口相比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呢 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呢 是全资子公司 另外一种是合资企业 咱先看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顾名思义 就是独资经营 是指由母公司 拥有子公司 全部股权和经营权 这意味着企业在国外市场上 单独控制着一个企业的生产营销 全资子公司 可以使企业用百分之百的控制权 那子公司 它百分之百控制 所以子公司挣的钱 全给母公司 所以 这个全资子公司定义 大家呢 看一下 就明白了 因为呢 会计上啊 经济法上啊 等等都讲了 都讲烂了 所以说全资子公司定义 了解是可以 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全资子公司的两个优点 这两个优点呢 教材讲了那么多 没有必要逐次逐句的去记合背 理解了 知道他讲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用自己话能说出来就行 第一个优点呢 就是管理者可以完全控制子公司 在目标市场当中的日常经营活动 第一是百分之百规模公司控制 没有任何其他方来控制这个子公司的 一丢丢的一点点的股份 所以说都是母公司送的算 所以说可以完全控制子公司 在目标市场的日常经营活动 并能确保有价值的一些技术 工艺和其他无形资产的 都保留在子公司 你但凡有外人来 占你百分之二 百分之十股份 那他也算股东啊 你有些事你要背着他不合适 有他在旁边待着 那么一些个你的核心技术啊 核心诀窍啊 一些个生产经验 一些无形资产 就有可能被他剽窃去 窃窃去 现在这个子公司 是归我百分之百所有 没有外人 所以这些个值钱的东西 容易呢 保留在子公司 特别是那些事关 公司竞争优势的 那些值钱的东西 特别是无形资产 一些技术啊 一些工艺 就能够很好的保密 减少竞争者 获取公司竞争优势机会 对子公司的产出和价格 保持完全控制 子公司利润都上交某公司 你看啊 这个反来夫去强调 子公司的所有利润 得上交某公司 这是得多么惦记的钱 对吧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 可以避免合资经营 在利益目标等方面的冲突问题 因为只要是有人 大家的想法利益诉求啊 就不同啊 经常一个宿舍啊 呃三个人 那那微信群灯得得见六个啊 对不对 这才算是咱说吧 三个人得四个主意 对啊 所以说呢 只要是合资经营 合资方必不可免的 在利益上 在目标上 在未来的判断上 在呃 将来的这样一个经营规划上 肯定有出土 从而呢 给企业的经营呢 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甚至是这种致命的什么 这样的伤害 现在是全资子公司 就一个声音 一元化领导 所以说就可以避免合资经营 在利益目标等方面的冲突问题 从而使国外子公司的经营战略 与企业的踪影战略融为一起 就一个声音 一元化管理 拥有对全资子公司的完全控制权 对于追求全球战略公司管理来说呢 更具有吸引力 因为他可以按照他的一个设想 是吧 来进行全球化的布局 子公司呢 是绝对的服从和听话 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控股 这就是全资子公司的两个优 这俩优点 不用足资足迹计可费 知道说什么事就行了 一个是完全控制子公司的 目标省上进行活动 一些个有价值的 一些个无形资产能hold得住 然后呢 利润都给母公司 都给你 然后另外一个呢 可以避免的 因为呢 合资经营呢 在多方利益目标 等方面的冲突问题 从而呢 达到呢 经营这种一元化 你能够用自己化 把这个理解意思 说出来即可 这就是全资子公司的两个优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 全资子公司的两个重要缺陷 就是凡是有利就有弊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这两个重要缺陷是什么呢 第一种缺陷 就是这种方式可能会耗费大量资金 公司必须在内部集资或在金融上融资也获得资金 要么是掏自己的现金流 要么到外面融资起 加杠杆 这样财务负担就重 因为是全资子公司 你是得着了 你自己说了算了 关起门来当皇上 但是这有代价的 你得花大量银子 百分之百的戳一个摊 全资子公司 另外一个缺陷呢 你在人家那设立一个全资子公司 然后子公司利润反复强调 百分之百 所有都归某公司 你挣钱太毒了 没有东道国企业的合作参与 也就是所有钱都你挣了 太毒了 当地的这些个 方方面面的一些个关系 都在你这沾不着光 没有油水可挣 因此难以得到当地的政策 与各种金融资源的支持 而且呢 所有钱都是你自己挣了 当地也没有 相关方也没从你这 得到任何点好处 所以说有点风吹草动 也没有人提前告诉你 也没有人帮你 然后呢 像你这种对于当地 没有任何的 这样一个 这种 额外的 这样一个利益分享的 这样一个企业 凡是有事 不拿你开刀 拿谁开刀 所以说规避政治风险的能力 也明显的小于 合资惊奇 这就是全资子公司的什么 两个重要缺陷 那有的学员问 刚才你不说有优点吗 优点就是说 东道国挺欢迎你投资的 还给你优惠政策 是 你引来万资了 投了这一头子钱 但是人家东道国也看 好吗 你是投这一头钱 好吗 子公司在我这挣的利润 全都汇回国内去了 也就是你在我这头 假如说是 五十亿美元 现在都刀动回三百亿美元回去 这不和我血吗 所以说一开始呢 给优惠 是为了心理投资 你投完资 如果说太毒的话 当地的 没有任何的 当地的相关方 包括一些政府官员 包括一些个周边的 一些个有势力的 一些个 从你这得不到 一些好处跟油水的话 谁会在关键时刻帮你 你有点什么事 大家不录影下 是不错 都在旁边看 所以说 规避各类风险的能力 是小于合资经营企业 所以说 介绍完了全资子公司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 对外直接投资的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合资经营 那什么是合资经营呢 合资经营是指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双方企业 依据协议 按一定的比例的股份出资 共同组成一家具有法人地位 在经济上独立核算 在业务上独立经营企业 这是合资经营 应该合资经营的这个概念不难理解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在战略联盟当中 给大家讲过 合资经营的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在会计上 在经济法上 也会给大家多次讲到 合资经营的比较系统的深入的相关点 在这就不再给大家展开讲解了 在此就是从战略这名课程的角度强调一句 所谓的合资经营 就是两国企业 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 各自出人财务真金白银 共同组建一家合资经营的企业 这家企业由法人地位 经济上独立核算 业务上独立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